自巫统和国盟断交以来 一直游走两党之间的一党 如今宣布将用国盟旗帜出征 马六甲州选 一党主席哈迪亚旺发文告指出 一党中委会依照党章第84条文 和参考一党长老协商理事会 前天给予的指导之后 做出这项决定 国盟主席丹西里木尤丁 先前曾经发文告表示 土团党、一党和民政党 决定用国盟旗帜竞选 但是一党中委朱迪认为 一切得先交由各党内部商业 才能拍板定案 随着一党选择和国盟靠边站 这也意味着月亮党粉碎了 巫统星期四开出的条件 当时巫统最高理事会表明 会继续和一党巩固国民和谐 但是条件是 一党必须使用自己的党旗上阵